再一次来到监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们一次监狱副本都没有通过 上一次的监狱副本boss并没有在90秒内消灭 这一次的副本boss不知道又是多长时间 你们都不来监狱吗 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刷监狱副本吧 我刚刚从沙漠医院回到基地 我在沙漠医院收挂了不少的物资 还挖了一些围栏 等我把物资整理到箱子里就去你那边 监狱副本你们两个人去刷足够了 基地封顶只剩一点了 完成之后我再去找你们 我到了 小师弟可以开启副本了 看一看这一次的监狱副本难度数级 难度三级 估计和商场的三级难度差不多 监狱地形刷新的僵尸不集中 用火箭弹不能一锅端 只能用双动剧或者贪固身慢慢秃秃 不过我还是习惯用火箭炮 虽然上弹慢了些 一发火箭弹也能爆掉两三个 想要僵尸聚集还不容易 摆出你威武雄壮的鹰姿 去僵尸跟钱晃有一圈 保准全部被你吸引 好好好 这是让你可爱的小师弟去当鱼儿呀 好好盖屋顶吧 打boss的事情就不劳反正老人家操心了 什么鬼 我们真的在刷副本吗 怎么感觉被僵尸放鸽子了呀 我在下边钻用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新的僵尸呀 还有80秒才刷新第二波 你猴急什么 等会僵尸多了 你又该喊救命了 先知也就是能炸乎 演得过于惊心动魄了一些 其实并没有那么惊心动魄 他一个完了 一个救命 麻麻汗都出来了 其实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难度 被他一惊一乍 搞得莫名紧张了 给你们营造一下末日的气氛 完了是真的要玩 救命也是真的要命好吧 这个监狱里面的宝箱 居然被小师弟刷了个金光 一根毛都没留下 监狱的箱子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资 反正你是看不上的 来了来了 捕猎宝宝带着狂暴僵尸 大不留心就来了 这也太多了点吧 两枪就倒下了 这些僵尸也是真善 伤害一点没有 药剂倒是不少 就是容易宝箱没有一个 有点穷烈 这些只能算小僵尸 可比不了城镇里的不猎宝宝富裕 监狱副本本来就是最简单的副本 干礼品当然就便宜了很多 完蛋了小师弟救命呀 空袭僵尸不仅要拆我头 还拿钢铁钩子砸我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又开始喊救命了 史诗级武器连个空袭僵尸都打不过 你干脆和僵尸一起躺下吧 师弟本来就是先者的短板 再说了空袭僵尸也是真的不好杀 他们在空中很灵活的 你人呢 不会真的被空袭僵尸啃掉了吧 你给他们上火箭当你啊 哎呀你干嘛拿火箭筒轰炸呀 你把我的小弟弟阿菜盖翻倒地了 谁来保护我啊 跟你样菜的抠脚 吃早也会被那群僵尸啃到杂都不剩 怎么回事 时间静止了吗 这些空袭僵尸怎么不动了 因为我给他们使用了定身咒 可以短时间定住他们 当你们抢回主动权 你的定身咒不会是土地公公教的吧 僵尸都不信你的鬼话 监狱地形复杂 僵尸散落在每一层楼道中 清理起来十分不方便 特别是在最后几只的时候 我们只能去寻找他们 就有一波僵尸出现了 不出意外的话 BOSS应该是个不猎宝宝那种大个子 哪里有BOSS 毛都没看见呀 发现的只有小僵尸而已 现在来了 这一次的时间是150秒 居然是一只小丑 那就太简单了 空袭僵尸居然偷袭我 有点不妙呀 小丑砍了一刀 我的血量堪忧啊 剑着你在哪里 赶紧来救我 没想到有一天战神小师弟 居然会败在空袭僵尸的手里 真是流年不利呀 你那满级的火箭筒 睡着了吗 都踩到你头上了 还不给他来个狠的 活该你躺下 小师弟 你把小丑拐哪里去了呀 我倒是想救你 奈何找不到你呀 来来来 小丑送给你 让你感受一下 到底是我拐了他 还是他逼迫了我 这小丑一点都不可爱 看见我就拿刀砍 大嘴巴笑得真陰险 不过是50万的血量 居然如此嚣张 姐姐给你尝一尝 吐吐小糖果 让你学乖一点 哎呀呀 真不错呀 升级材料归我了 好啊 最值钱的又被你抢走了 留下了不值钱的枪械 第17波思潮来了 你们抓紧时间回基地啊 狂暴僵尸已经聚集到了 剑系墙角下 基地侧面也出现了大块头 还好这一波没有拆迁队 否则我们的基地就危险了 我们已经到达战场 稳住 我们能赢 我的小队员在基地角落 吸引火力 所有的狂暴僵尸都聚集到了墙角 先知朝这边来一枚火箭弹 给他们一锅端了 请不吝点赞 讶尔的се